喧嚣中有宁静,宁静中有牵挂。 他们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在和城市轨道发生着关系。 在一节节流动的车厢里,有时上演着爱情,洋溢着幸福, 有时也展示着孤独,流露着悲伤。 都市的多彩生活在小小的车厢里轮番上演, 城市轨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早在三十多年前,在重庆建设城市轨道是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仲建华是重庆轨道交通的掌门人, 进入这个行业已经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里,他只专心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建设重庆的轨道交通。 重庆因为是个三层修道路条件都不太好。 你看现在重庆的道路都没有像北京这样宽的大马路。 它都是马路啊,它就是依山而建,然后盘山公路。 重庆市区内,山高坡斗,沟壑纵横。 自行车和摩托车在这里极为少见。 在乘轨出现之前,公交车就是这座西南地区最大工商业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承受着极大的运输压力。 如今,重庆的城市轨道已经编织出一张巨大的交通网。 单轨则是这张交通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让轨道交通能够落户山城, 仲建华对世界各国制式的轨道交通进行了近十年的调研。 二号线这个线路呢,它是靠在江边运行以后啊,叫爬山。 上山的这个坡度啊,是千分之五十, 就是一公里要提升五十米,地铁是办不到的。 通过论证,跨座式单轨成为了建设重庆城轨二号线的最终选择。 跨座式单轨就是根据单根轨道梁来支撑和导向。 车体,骑化在轨道梁上运行, 具有投资少,周期短,占地面积小,转弯半径小等许多优点。 要进行可验的评审,专家从各地到重庆来, 一看这个重庆要上当轨,在全国都没有当轨那个时候, 对当轨系统大家还不太了解。 但是一看,除了选单轨以外,选地铁这些, 它都不合适,因为坡都也爬不上去, 然后转弯半径又小。 世界上第一条跨座式单轨铁路线诞生于1888年, 是由法国人查尔拉里格设计, 由蒸汽机车牵引。 载客量虽小, 但这种立体交通和当地环境融合得很好。 一百多年后, 中国也开始了对跨座式单轨技术的探索。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对比, 成功功课三大核心技术。 轨道凉桥技术, 倒叉技术和转向架技术, 让单轨落户重庆。 如今的单轨列车已经成为重庆的特色景观。 轨道的四通八达让山城人出行辩解, 也让游客尝遍美食。 离子坝梁山鸡是地道的重庆味道, 店面不大, 但生意兴隆。 我们这个店是下雨天也开队, 大天也开队, 我们经过测算轻轨的开装对我们店人流量的增长 大概提升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在距离离子坝梁山鸡东边两百米处, 这座看似普通的居民楼, 却是全国的网红建筑。 离子坝站马上就要到了。 离子坝轻轨站被称为最魔幻的车站, 乘轨从楼宇中呼啸而过。 每天这里都在上演乘轨轨穿楼乐鹤空中飞驰的好戏。 乘轨穿楼, 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每天三百多趟的列车来回楼中穿梭, 这让人们不禁担心起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噪音真的对他们没有影响吗? 周浩刚, 私企企业主, 乘坐轻轨出行对他来说是最为便利的。 在他家的楼下便是离子坝轻轨站。 这是我家。 轻轨对我们这个居住的影响的话, 口水点没得。 基本上没有是早音的, 没得那个冰箱路的那个汽车的轮台发出的那种声音大。 单轨列车的穿山越鹤早已成为重庆的名片, 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单轨列车高速行进时, 悬挂在轨道梁两侧的接触网在不间断地为列车提供电能。 汇流牌是接触网传输电能的主要部件, 如果它出现任何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列车供电。 形象的说, 单轨列车的轨道就是一条高速车道, 路面有任何险情都可能造成车毁人亡的灾难性事故。 深夜12点30分, 在二号线所有的运营车辆停止运营后, 围保作业队的队员们开始了繁忙的工作。 这个团队已经跟轨道打了一千七百多天的交道, 被称为重庆轻轨的守护者。 今天队员们前往离子坝站, 要对部分磨损严重的汇流牌进行更换。 在这个施工车里, 七名精神抖擞的叶精灵正在与时间赛跑。 施工时间仅有短短的四个小时。 凌晨1点, 施工人员抵达施工作业点, 作业车平台长5.5米, 宽0.8米。 更换工作将要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操作完成。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此时的重庆即便已经是深夜凌晨, 但室外的温度依然高达40度。 精细的操作和难耐的高温都极大的考验着施工人员的耐心。 凌晨4点, 施工人员在上进最后一颗螺丝后, 顺利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休息,�� heart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배ät部份均等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比伤张 died知名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